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瞅着到了下午了 在路上啊 宋学庆这心里是越来越不踏实 哎呦 还是给我叔打个电话吧 他叔叔呢 就在他们家隔壁 打过去电话 宋学庆就跟他叔叔说 说 你去我家看看吧 我给我爸打电话也没人接 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叔叔呢 就来到了老宋的家 到了外边啊 我就感觉静悄悄的啊 院门倒是没上锁 一推门就能进去 推开门 走到了屋门口 就见那玻璃门啊 碎了一地 叔叔一想 哎呦 别出事儿吧 赶紧就跑进老宋平时睡的东屋 这一看可不得了啊 老宋 宋军平 养着脸 倒在炕头上呢 身子底下的衣服 被褥全都是血 宋军平的老伴叫孙秀英 就全在炕上的另外一侧 浑身是伤 面部表情啊 是无比的扭曲痛苦 这可把叔叔吓坏了 跑出院门就喊来了更多的村民 大家呢 都围了过来手忙脚乱的一顿忙活 发现老宋已经没有呼吸了 身子都已经硬了 旁边的孙秀英呢 好像是还没断气呢 有人打急救电话 有人打报警电话 聚拢过来的邻居们 村民们 亲戚们 都在那议论着 哎呦 这到底多大的仇啊 怎么下这么狠的手啊 也有人说了 不应该啊 老宋平时就当个保安 夫妻俩都老实本分 都没跟人起过争执闹过冲突 谁会害他呀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也很震惊啊 这还没过正月呢 不出正月就是年呢 这么一个小村庄 怎么会发生这么残忍的血案呢 郑定县公安局针对这起案件 立马成立了二二一重案组 你看都不是专案组 是重案组 就想着快速的找到杀人凶手 给死者一个交代 也给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刑侦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啊 都感觉毛骨悚然 有一位老刑侦说 哎呀 太残忍了 我干了二十几年刑侦了 我还没见过这么血腥的现场呢 老宋夫妇被发现的这东屋啊 因为之前大伙 七手八脚的 要救这奄奄一息的孙秀英 所以这现场破坏的很彻底 找不到什么太多的痕迹物证了 但尽管如此 警方啊 还是根据一流的信息 还原了凶手当时的作案路径 老宋家客厅的玻璃被砸碎了 西屋的门也被踹开了 衣柜里边啊 很整齐 没有翻动痕迹 衣柜里边呢 放了七千二百块钱现金 也没有被动过 侦办此案的民警说 这凶手啊 找完西屋找东屋 受害人被斧子击头 凶手是直接冲着人来的 目的性非常强 并且手段恶劣 气焰嚣张 根据现场血迹 和死者的遗体特征 警方推断出来 老宋夫妇的受害时间 是二十一号凌晨两三点左右 这也就是说 伤者孙秀英 倒在血泊之中 已经挣扎了十五个小时左右了 他本身就受了非常重的伤 生命体征非常微弱了 还能救过来吗 医院也好 警方也好 包括家属们 都在等待着出现一个奇迹 这边 有警方专门等在医院里面 看孙秀英的抢救结果 另外一边 刑侦技术人员 在现场继续展开侦查 除了被褥 以及地面上的喷溅状血迹之外 细心的工作人员 还在房间门口的一个小马杂上 就一小凳子上 马杂这是北方特有的一个说法 发现了一滴小小的血迹 当时技术人员也不确定 这滴血是受害者夫妇的 还是凶手流下来的 于是呢 技术人员把这血样提取 带回到局里进行技术检验 警方根据客厅地板上的脚印 也推断出来 凶手穿的鞋子 号码是41号 身高呢 应该是在1米7左右 警方根据走访 了解到老宋啊 平时所在的这个村子 因为交通便利 好些个人呢 做木材生意 老宋就是一家木材厂的保安队长 工作上非常认真 为人呢 很踏实 很本分 平时没跟人有什么矛盾和过节 专案组决定 先调查村子的监控吧 哎 就看见21号凌晨2点50分左右 有一男的提着包 他呢 出现在这画面里 不过呀 拍下来的是他的背影 就拍到这男的是背着包 朝案发现场的方向走去 过了差不多四五分钟 这个人呢 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根据监控画面来看 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跟之前对凶手的刻画是比较吻合的 这个人出现的时间很可疑 体貌特征又很一致 那他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民警拿着打印出来的监控图像 在全村啊 进行了一个走访 大伙都说不认识 甚至老宋的儿子宋学庆 也说不认识这个人 有邻居说呀 哎呀 这村子里边 村子外边 没见过这么个人呢 哎 对了 我想起来一事 初六天黑的时候吧 我听见他家的狗 闹腾得很厉害 一直在叫 我嫂子出来看的时候啊 发现有个脸生的人路过 他让我注意点我的车 怕给人偷走了 这还没完呢 第二天一早上 老宋就发现他家的狗死了 后来老宋还把狗给埋了呢 哎 邻居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那会不会是凶手提前踩点 方便之后作案呢 警方得到这条重要线索之后 第二次复看了案发现场 终于啊 在院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 找到了一块肉 那条死狗也被挖了出来 技术人员经过鉴定 这条狗死于一种经常用于毒狗的药物 侦察员开始扩大监控搜查的时间范围 果不其然 初六那天下午两点十分左右 有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围着老宋家的院子转了好几圈 下车之后啊 来来回回的张望 体态呀 包括走路时候的这个步态呀 衣着呀 都跟案发当天拍下来的那个男子的背影很像 很可能这就是同一个人 专案组决定 以车找人 毕竟茫茫人还想找人不容易 但想找车 这再轻松不过了 通过沿路监控 侦察员发现那辆红色桑塔纳 开去了正定县西北方向的零售县 距离25公里 为什么会开去零售县 老宋夫妻俩 有没有认识的零售县的人呢 查社会关系吧 这一查 一个可疑人员出现了 谁呀 老宋女儿的男朋友 叫刘家兴 刘家兴为什么可疑 跟老宋有什么过节 凶手是不是刘家兴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经过调查 出现了一个嫌疑人 那就是老宋女儿的男朋友 叫刘家兴 根据秘密调查 这刘家兴 28岁家境不错 爹妈呢都是做生意的 但是刘家兴自己 没有稳定的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的 在家里边已经闲了半年了 刘家兴呢 28了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这要放在农村 那已然是到了 该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家里人呢 催婚催得急 平时刘家兴啊 跟老宋他女儿感情也还不错 刘家人呢 就想在年前把婚给定了 但是 对于这门婚事 老宋不愿意 老宋 百般阻拦 俩人的婚事迟迟就没能定下来 据老宋的亲切反应啊 他们呢 发生过一回很大的争吵 看那劲头 都像要打架的样子 但老宋始终没有松口 那为什么老宋不同意呢 照理说 刘家兴家境那么好 原来啊 刘家兴这人呢 爱喝酒 喝了酒呢 就爱撒疯 老宋就感觉 这小伙子品性不行 这才不答应 那会不会是刘家兴 由此就恨上老宋了 一气之下 杀害了老宋呢 警方随后正面接触刘家兴 对他展开询问 但刘家兴说了 那天我们家请客 我一直在家里边吃饭呢 陪客人呢 到夜里十二点才散场的 确实刘家兴没有作案时间 有很多人都能给他证明 通过脚印对比 刘家兴的脚印 也和现场的足迹不符 更主要的是 案发现场马闸上那滴血 您还记得吧 鉴定结果出来了 这滴血不是老宋的 也不是老宋他老伴的 更不是刘家兴的 也就是说凶手另有其人 就这样 刘家兴的嫌疑被排除了 案件的侦破工作 又回到了起点 更麻烦的是 那辆嫌疑车辆 去了零售县之后 在那边的排查过程之中 再也没发现过这辆车 这车还有那人 就跟完全消失了 能去哪儿呢 转案组决定 咱们换个方向吧 从受害者的工作关系方面展开调查 因为生活方面 已经查不出什么来了 老宋生前 在一家木材厂工作 据厂长反映啊 老宋人不错 工作特别负责 人缘也挺好 不过厂长想起来一事 哎对了 老宋也有点小过节 他开除过一个员工 哦 那这员工是谁啊 这员工叫马闯 根据调查 马闯21岁 一米七左右 性格不合群 他呢也是保安 因为上班迟到 作为队长的老宋批评过他 那一回啊 俩人差点打了下来 后来呢 这马闯工作极其不负责 就被老宋开除 离开了木材厂 马闯的身高一米七左右 您还记得 咱们上期节目一开头说的吧 根据鞋印来推断 这凶手的身高也应该是一米七左右 体态 身高 跟监控里出现的那个男子很相似 难道 是马闯因为被开除的事儿 去报复老宋吗 警方呢 就来到了马闯的出租屋那儿 想着呀 正面接触马闯 仔细的对他进行询问 但到了出租屋 根本就没找着马闯 马闯的朋友说了 马闯啊 早离开本地了 正月十二那天 跟我借了点钱 说是去养伤 但他最后去了哪儿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没告诉我 后来我还打电话问他呢 我还想跟他要钱呢 就打不通了 警察一听 马闯去养伤 他有伤 为什么受伤啊 这一系列的谜团 还是得先找着马闯本人 才能解开 但他人在哪儿呢 侦察员经过层层走访 终于啊 得到一条线索 案发之后第二天 马闯在零售县的一个麻将馆出现过 又是零售 侦察小组又重新来到了零售 麻将馆老板 根据警方提供的照片 仔细的回忆 看着面熟 这个人呢 确实来过这儿 哎 我想起来了 他那天来的时候呢 头上有一处伤 挺明显的 而且情绪还特别激动 跟临桌吵架 差点打起来 还在那喊着 老子拿斧头砍了你 你看 情急之下 喊的是老子拿斧头砍了你 而老宋夫妻俩 正是被斧头砍的呀 不过麻将馆老板也说了 从那天以后 再也没见过他 头上有伤 身高符合 那老宋卧室门口 马闸上那滴血 是麻闯的吗 麻闯为什么突然失踪了呢 他去哪了呢 麻闯成为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专案组判定 麻闯啊 身上没钱了 跑不了多远 说不定啊 又回到了正定县 于是 侦察小组决定 对县城的各个网吧 各个市场 以及麻闯的出租屋 以及个旅馆 暗中蹲守 仔细摸牌 过了几天 还真在一家网吧里 就找着这麻闯了 三下五出二 把他控制住 随后对他展开询问 警方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往外抛 这麻闯呢 表现的特别紧张 语无伦次的 警方问他 你正月十一晚上 你在哪啊 在做什么呀 麻闯 含吼吾吾的 支支吾吾的 驴唇不对马嘴 他的嫌疑 进一步加重了 经过连续几轮的审讯 麻闯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溃 这才交代 我正月十一晚上 跟别人打架 因为害怕报复 第二天 就跑去灵售 避祸去了 嗯 他说是跟别人打架 他可没说 是去伤害老宋夫妇啊 对于老宋夫妇的事 麻闯 也坚决否认 侦察员 对麻闯 反映的情况 也进行了一个深入调查 经过相关人员的作证 以及调查结果 证明这麻闯 说的是实话 他还真是跟别人打了一架 杀害老宋的 还真不是麻闯 但这事就这么巧 发生在同一天 同时 麻闯的咽血报告也出来了 麻闯上的血 也不是麻闯的 凶手 不是的 凶手不是他 这案子又重回起点呢 那还能是谁呢 这个案子种种迹象 都指向仇杀呀 对吧 一般情况下命案 财杀 情杀 仇杀 财杀 不可能 因为没翻动 再加上 家里边之前那七千二百块钱 他也没拿走 情杀 那更谈不上了呀 可专案组一圈走访下来 老宋夫妇 除了跟麻闯有点过节 剩下没仇人了呀 社会关系特别的简单 也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纠纷 种案组的民警啊 看着这起案子的卷宗 直拍脑门啊 太让人上仇了 之前呢 警方就希望孙秀英 被抢救成功之后 苏醒过来 能指认凶手 但是 在全力救治之下 孙秀英 暂时保住性命了 不过陷入深度昏迷 成了植物人了 而他们的儿子宋学庆 对这事根本就不知道啊 宋学庆也不容易 东界西凑 二十多天 住在ICU里面 费用就花去了十四万 专案组 看到这悲惨的一家人 心里边也着急啊 必须要尽快破案啊 现在没有其他的线索 不行 还得重回 案发现场 这一回啊 警方 给出了一个推断 凶手一定不是流窜作案 他是非常熟悉当地民居房子结构的本地人 为什么这么分析 凶手先是踹破客厅的玻璃 直奔西屋 见没人 又去东屋 明显是冲着人来的 这里面就有个细节值得分析分析了 在当地 一般西屋呢 是年轻人住 东屋呢 是老人住 难道说 这凶手不是冲着老宋来的 而是冲着老宋的儿子宋学庆来的吗 那宋学庆 有没有什么仇家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分析来分析去 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侦破思路 难道说 凶手要害的不是老宋 而是针对宋学庆而来吗 宋学庆啊 平时经营五金生意 生意做的还不错 平时呢 为了方便 一家人呢 基本是住在老丈人那儿 过年过节的 才带老婆孩子回老家 看看父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案发当天 宋学庆没在家住 如果这案子再晚一天 那宋学庆就住在西屋了 正因为如此 宋学庆才躲过一劫 警方呢 就针对宋学庆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宋学庆生意上 虽然跟一些人有过磕磕碰碰的 这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这都不足以引发命案呢 宋学庆呢 赚钱养家 生意做挺好 跟妻子的夫妻感情也不错 家庭挺幸福 他们还计划着 把老宋夫妻俩呀 接到自己身边 自己这小两口呢 好为老人家养老尽孝 警方从宋学庆这儿入手的调查结果显示 没有明显的矛盾点 那也不是针对宋学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案子之前就给出了种种设想 也沿着各个方向进行了仔细的侦破 深入的调查 但就是陷入僵局了 哎 就在这时候 一组警力负责沿途查访车辆 找到了新线索了 您还记得咱之前说过的那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吗 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 又在零售县消失了 哎 这回找到了 出现在了50公里之外的深泽县 深泽县在郑定县东边 那么为什么当时这辆车 没有直接从郑定往东开去深泽 而是特地往西到了零售 绕了一大圈又到了深泽呢 本来两个小时就能走到 特意绕道走了十多个小时 这太蹊跷了呀 正定警方一看好家伙呀 这叫声东击西呀 通过深泽当地警方的协助 这才了解到这辆车呀 是一辆报废车 没有手续 深泽警方发现这辆车之后 把这车也扣下来了 在那儿停了两天没人动 后来呀 有人过来把这车提走了 想提车 你得留身份信息呀 这一查 提车这人呢 叫陈鹏 三十多岁 一米七左右的身高 这跟正定警方之前的嫌疑人刻画 也是相吻合的 再一查这陈鹏的个人资料吧 有过犯罪前科 曾经因为携带爆炸危险物 被南京警方判过八年有期徒刑 2012年4月刚放出来 一直还没找着工作呢 赶往深泽县的侦察员也被告知 陈鹏啊 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那这陈鹏如果是凶手的话 为什么要害老宋夫妇 他到底是跟宋家谁有仇有怨呢 问问宋学庆吧 宋学庆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呢 我生活里从来就没出现过这个人呢 宋学庆啊 三十多岁 跟深泽县 唯一的联系就是他很多年前 在深泽附近上过学 也打过兼职的零工 但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这陈鹏跟宋学庆 应该没什么关联 那老宋村子里边的人 有没有认识陈鹏的呢 走访了一圈 也没人认识 这就奇了怪了呀 无冤无仇 陌生人 你为什么杀人老两口啊 到底陈鹏是不是凶手 警方啊 现在完全没有思路 就在这时候 负责跟踪嫌疑车辆的民警 又有了发现 他们呢 在一个电线杆子上 发现了一张小广告 这小广告呢 是卖捕狗药的 就是专门啊 卖那些毒狗的毒药 顺着电话 这侦察员找到了 卖这毒药的老板 这老板就说呀 一共有俩人 买过他的药 一个是一个老头 另一个是以三十多的男的 而这种药的成分 和老宋家被毒死的那条狗 中的毒 那是一样的 老宋 陈鹏 卖狗药 还有老宋家毒死的狗 有什么关联呢 这天呢 侦察民警 又传来一消息 他们呢 发现了那辆红色 桑塔纳的踪迹 经过周密的部署 三月十七号 陈鹏 被顺利抓获 通过DNA检测 马扎上的那滴血 就是陈鹏的 他 就是凶手 到案之后 在审讯过程之中 陈鹏也没抵赖 很快就承认了 杀害老宋的事实 原来案发之前呢 陈鹏先后五次 到过老宋家附近 踩点 正月十一那天晚上 陈鹏在老宋家旁边 从晚上十一点多 蹲守到凌晨两点多 翻墙进入老宋家院子里 先是踹碎客厅玻璃 砸倒西屋的房门 发现里边没人 又转身去东屋 对着炕上的老宋夫妇 就挥起了斧头 老宋从睡梦之中 惊醒起身反抗 但一老头 哪反抗得了啊 直到陈鹏离开 老两口都还一直 在血泊里挣扎呢 那为什么陈鹏 要杀害老宋夫妇 对于杀人动机 陈鹏只说了一句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怎么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这哪跟哪啊 都没人认识陈鹏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这陈鹏 一个字也不吭声了 在陈鹏这 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警方决定啊 去他老家深泽县 多走几趟吧 关于陈鹏的案件 陈鹏的妻子郭美华 也什么都不想说 只是不停的重复着一句话 你们别问了 这事儿太复杂了 2013年6月2号 郭美华呀 去探望陈鹏 郭美华跟他说了一句 你不要弄那些事儿 家里挺好的 这次夫妻见面之后 陈鹏的情绪 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候啊 他跟民警说 宋学庆 也就是老宋的儿子 跟自己的老婆 谈过恋爱 他心里不舒服 总觉得自己赚钱 再帮别人养老婆 原来呀 这都是陈芝麻烂骨子的事儿了 十几年前 宋学庆刚毕业 在深泽县 进工厂 打过一段时间的工 那时候呢 认识了郭美华 俩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 人是正儿八经 光明正大的 谈恋爱啊 搞对象啊 郭美华和陈鹏 谈了恋爱之后啊 这陈鹏呢 就问郭美华 你之前 有没有过恋爱啊 我是不是你初恋的 这陈鹏啊 控制欲极强 郭美华 就跟宋学庆 谈过那么一阵 人家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于是呢 也就很坦诚的说了出来 一开始呢 陈鹏嘴上说着没事儿 我不介意你有过感情 我不介意你谈过恋爱 嘴里说着没事儿 心里边啊 嘿 可个影了 到了2004年 陈鹏啊 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 因为一想到自己的老婆之前 跟别的男人谈过恋爱 脑子里边就胡想八想 非得去找人家宋学庆报复 这才有了去南京 携带危险爆炸物被捕的事儿 2012年4月初遇 陈鹏又追着郭美华问 你跟你那男朋友 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啊 你们发没发生过什么呀 你不说清楚 我这等于挣钱给别人养媳妇 郭美华呢 也没骗他 如实的就跟他说了 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就是正常的谈恋爱 就搞对象啊 那时候男当婚女当嫁的呀 照理说 这事儿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陈鹏 你应该放下这心结了吧 不行 还不舒服 他这思想就极其的偏激 经过几回踩点 这才找到了宋学庆的家 陈鹏 这时候就发现 这宋学庆平时不在家住 心里边就想 你平时不回来 过年 你总该回来吧 就这么着 正月十二那天 发生了这起命案 这陈鹏啊 是典型的 孤僻认死理的 偏执 狭隘 心里呢 也极度的扭曲 犯下了这起血案 毁灭了几个家庭 也断送了自己这一生 行了 这个事啊 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